一项特殊的艺术品 其实就只是一根香蕉 用胶带粘在墙上 上周以新台币约366万元卖出 现在还得把香蕉拿下来 因为实在太多人想看它了 根据纽约邮报 艺术家Mauricio Catlin 这个极富争议的香蕉剧作叫做丑角 周日早晨在展览策展人的要求下被取下 在纽约表演艺术家现身在 迈阿密巴塞尔艺术博览会 并把香蕉吃掉后隔天 香蕉便被取下 Catlin的画廊 背号灯宣布 迈阿密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合作地与我们合作 以部署警卫并放上隔离绳 等一下 就说跟我们合作就好了吧 这份声明又提到 不过这个装置艺术 引发了一些无法控制的群众行为 而该艺术品的展出 也因为我们周遭艺术品的安全 以及零社的安全 而得要妥协撤下 最后 我要衷心感谢所有参加这次难忘冒险的人 那根价值366万的香蕉 已经不再展出了 不过别担心 如果你真的想看 就去水果行买根香蕉 用胶带贴在墙上就得了吧 对了 别忘了自以为艺术家哦 快 Видrap 别忘了 不能耐看 怎么办 我怎么做 Atlantic